嗨 歡迎回來開機店 我是韻魚 來看一下背後的時鐘時間 沒錯 這次ING進行式好嗎 爆竿的 幫大家做一個重點整理 還有我的選購建議 那蘋果2023年的秋季發表會已經正式結束啦 今年聚焦兩個系列的產品 第一個是Apple Watch 那有出Watch 9跟Watch Ultra 那第二個呢就是iPhone 15系列 一樣維持四個機型 我們就先從iPhone 15系列開始好了 那首先呢我們透過規格表格 帶大家快速總整理一下 哪些規格有做差異 那首先在15的部分呢 這次的材質雖然是用上鋁金屬 但是他有用上一些新的塗料 跟一個新的材質 他們形容是把金屬離子融入一個玻璃背蓋裡面 所以看起來 外觀你可以預計是一個霧面的外觀 那我覺得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顏色部分有五個顏色 有藍色 黃色 粉色 綠色 跟黑色 沒有白色 那我覺得這個五個顏色其實 都蠻漂亮的 有點比較清新夏日的感覺 那你們有沒有特別喜歡什麼顏色 像我個人覺得粉色其實蠻好看的 而且粉色這次他還有搭配他的 Watch 系列推出一個粉色 所以我預期 兩個搭配起來應該會是 蠻熱賣的一個顏色 那我覺得薄荷綠啊 深深到寶寶藍 其實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在iPhone 15的外觀上 就蠻吸引人的 尺寸沒有改變 一樣分為大隻和小隻 6.1吋和6.7吋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今年的iPhone 15 全系列都正式登導了 所以包括是數字系列 一樣也是有動態導的一個設計 那在靜音鍵的部分呢 15系列就沒有做改變 所以一樣是撥片式的一個靜音鍵 處理器的部分呢 15系列用上是去年14 Pro的A16的處理器 那沒有做一個閹割或改動 所以就是A16的處理器 不過重點在於主鏡頭 今年也確實 把去年的iPhone 14 Pro系列的 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下放到了數字系列 我覺得這一點是一個 蠻香蠻值得期待的事情 因為它還做到呢 是你可以做一個兩倍的光學變價 它去放大中間的 1200萬畫素的一個焦段 但是呢 它這一次在4800萬畫素的一個應用呢 它有做一個高解析度的一個畫素 所以你一般日常拍攝下來 它會用像素四合一的技術 讓你得到一張是2400萬畫素的照片 基本上啊 雖然你的15數字系列 你只有兩個鏡頭 但是你可以有三個光學變焦的焦段 所以我會覺得讓 15跟15 Plus的拍攝上非常有彈性 然後畫素跟畫質 一樣可以維持很好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15系列 是特別吸引人的 在人像模式上呢 整個15系列 他們都加入一個新的 官網並沒有一個特別名稱 不過很多人把它命名為自動人像 也就是說它可能辨識到你的主體是人 或者是寵物或寶寶之類的 它會自動幫你開啟人像模式 那在對焦的距離 跟景深的部分呢 也可以做一個相片的後置 我覺得就是軟體有去做稍微一個優化啦 那在充電孔的部分沒有懸念 今年所有四款機型都正式進入到了Type-C 不過當然數字系列和Pure-C是有個差別的 數字系列我覺得比較可惜 包括傳速速度一樣是維持2.0 那在充電的部分呢也沒有做一個更新 所以要是20W的快充 包括儲存容量也是從128GB到52GB 售價漲價了2000元 比較特別的是呢 15PLUS其實和上一代比較起來只漲價了1000元 那我們先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好快速進入到15PLUS系列 這次最大最大的改動 就是材質上換上了Titanium 就是鈦金屬 我們先過預測系列就是有幫大家預測到 很漂亮的一點是 當初鈦金屬就是因為它特殊的材質嘛 所以呢它的紋路其實會是髮絲紋的一個紋路 那顏色上呢其實有四個顏色 包括藍色還有鈦金屬的原色跟白色跟黑色 你們各自有比較喜歡哪個顏色嗎 我個人預測應該是藍色跟這個鈦金屬原色會賣的比較好 那我自己如果要去選購的話 我們應該會選鈦金屬原色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工藝感 你可以想像那種鈦金屬杯或鋼杯的那種材質 鈦金屬呢有一個特色是重量其實會減輕 所以這一次它的官方數據呢 重量大概的減輕幅度有20克左右 我覺得還蠻值得期待的 再來就是呢它的堅固度跟耐用度也都會有所提升 所以應該是比較不怕摔吧 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有奶有手 所以在買到新手機之前一定會先把保護貼 跟保護殼準備好 這樣開箱的時候呢馬上就有新手機可以用了 但其實常常會有個問題啊 新機剛上市的時候保護殼的選擇都沒那麼多 而且圖案可能也不是你喜歡的 但是你買一個呢可能動輒就要一兩千塊 所以預算就沒有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現在推薦你一款保護殼 它的設計很簡潔而且有三色可選 那背蓋呢是霧面的處理非常抗指紋 鏡頭處有墊高 正面的螢幕也墊高了 所以不易刮傷 還有簡易的四角防摔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它支援Makesake充電 還有背環可以當支架 你手機要正立橫擺 追劇都很簡單 你說這款手機看起來應該要699 599 不用它只要99 沒有錯就是台幣99元 你假的到呢小豪包膜全省門市選貼HAO保護膜 就可以用99元的加購價帶走 那目前呢只適用加購方案 適用的機型呢是iPhone 15全系列 還有iPhone 14 Pro全系列 所以拿到新手機到小豪包膜一趟 就可以保護貼保殼一次搞定 你的愛機就不用怕奶油瘦的摧殘了 你各位啊今年iPhone 15系列很貴 所以該有的保護真的不能少好嗎 沒有錯吧 不是奶油瘦 或者是奶油瘦 都一定要做好保護 雖然這次的材質其實真的還蠻漂亮的 那尺寸上有沒有一個變化 一樣是有大支和小支 型號上也沒有做一個改動 所以一樣是iPhone 15 Pro跟Pro Max 主理性呢 欸這次很特別喔 不是A17 是A17 Pro OK Pro在哪裡呢 最主要是他們這一代一直強調說 有六核心的一個GPU 所以包括在玩遊戲上 你整個畫面的動畫的 絲滑感流暢感 預期是可以大幅提升 那在發表會當中 他有提到說有加入一個光追的技術 所以包括你在玩遊戲啊 光線的體驗啊 立體度的體驗啊 應該都會是可以預期的 我覺得這後續就是去幫大家做實測 所以在GPU的部分 應該是目前手機最強的一個處理器 在GPU的部分 精英鍵呢是改為是動作按鈕 那一樣呢 往下按就可以調整 切換精英模式 但是他還有加入了其他的捷徑 例如說開手電筒啊 開相機啊 開其他的功能 後續我覺得可以拿到實機之後 再幫大家做一個測試 這一次的相機模組呢 我覺得在iPhone 15 Pro 整體來說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他的三顆鏡頭 包括主鏡 長焦跟超廣角 是沒有做一個改變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用 iPhone 14 Pro的相機模組 那再用到15 Pro 那唯獨在Pro Max的長焦鏡頭 雖然也是1200萬畫素 但他做了潛望式一個設計 所以他可以有最遠是5倍的一個光學變焦 所以在焦段上呢 有一些變化 那原本的這個潛望式鏡頭 我預期可能會再遠一點點 maybe到6倍 甚至10倍 但現在看起來 蘋果呢就是給我們5倍 那後面一樣是有Type-C 不過在Pro系列的Type-C呢 他是用上3.0的一個規格 所以他的傳速速度 會比以往的2.0 他們說是快速了20倍左右 一樣很可惜的 在充電速度 還有電池容量 他們公佈的官方續航 四款機型 在這一代也是沒有做一個更動的 售價上呢 所有的價格幾句大約都貴了2000元左右 那比較特別的是 在Pro Max呢 也是正式取消了128GB 從256GB開始起跳 所以你的起跳價格會來到 44000元的價位 嗯 也是蠻驚人的 那前面呢 就是幫大家快速濃縮 跟總整理今年的一個規格變化 來幫大家做選購的建議了 如果今年我要推薦 我覺得最超值購買的話 應該會是 iPhone 15 或15 Plus系列 如果你想要大螢幕的話 我覺得15 Plus其實蠻超值的 因為他的開價是32900元 其實比上一代只貴了1000元 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這次的 15外觀跟顏色其實還蠻吸引人的 還有主相機升級為4800萬畫素 你還可以有一個2400萬畫素的 高解析度的一個成像 那你雖然只有兩顆鏡頭 可是你有三個焦段 所以整體來講已經非常全面可以使用了 雖然你用的是A16處理器 但A16其實也是去年旗艦的一個處理器規格 基本上那個處理器 大家在使用或玩遊戲 已經都非常夠用了 所以今年的15系列 整體來講我會比Pro系列 就是推薦非常非常多 那第二點是 如果你會問我說 你拿iPhone 14 Pro 需要換到15 Pro嗎 我會真的完全建議 其實是沒有一個必要的 除非你就是非常受到這個 鈦金屬的外觀所吸引 主要是15 Pro的相機 其實完全沒有一個做更新 所以你的差異只會有鈦金屬 然後跟Type-C還有動作按鈕等等 但是Type-C講真的 你雖然可以減少你的線材 但是它的吸引人點 例如說傳輸速度好了 可是我覺得一般人的使用場景 很少會用到有線去傳輸你的檔案吧 如果不是創作者的話 可能在備份 maybe會使用到 但我覺得這行徑其實蠻少的 不見得需要你貴2000元 然後再去做一個更新 那主要也要回歸到說 我覺得今年非常非常可惜 就是你的充電 跟一個電池的續航 沒有說一個很大幅度的更新 不過雖然呢 每一年蘋果在官方的續航數據上沒有一個變化 但是它會因為它的處理器的更換 所以或許或多或少會延長它的續航能力 但這也是我們後續要幫大家實測才知道的 不過目前在官網上官方給出的續航 四款進行都是沒有做更新的 那第三點呢就是要不要買到iPhone 15 Pro Max 我覺得如果你是本身就喜歡大螢幕6.7吋 因為我覺得大螢幕其實蠻重的 但是今年因為換上太金屬 所以整體的重量還有減輕20克 我覺得這點是還蠻值得可以期待的 那如果你本身喜歡大螢幕然後你有預算的話 那你覺得潛望式鏡頭5倍當然是好用啊 那我會覺得蘋果有個點就是 他們如果要做一個東西 例如他今天要端出潛望式鏡頭 我覺得他就是會做到蘋果的水準 所以我個人我是會期待 他這一顆潛望式鏡頭 例如說跟S23 Ultra來做一個比較 但是他的硬傷就是他只有5倍的一個長焦的範圍 S23 Ultra他其實可以到做到10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安卓跟蘋果他們現在 已經有一段距離所在了 不過呢總體來講 這一次的漲價預期稍微小一點點 還落在2000元的價位帶 所以我覺得多少還是讓人家算是可以接受啦 所以再濃縮幫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不是因為評價做評測 就是我今年自己要使用的話 我本身已經有14Pro了 我並不會去換15Pro或15Pro Max 但是如果你是更久以前例如說是12、11或13的話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去做更新啦 有兩大期待跟兩大失望的點 期待第一個是他有提到可以錄製空間影片 就是一個3D影片 那他配合他的Vision Pro呢 未來可能可以在裡面做一個3D影片的檢視 我覺得這是影像紀錄一個新的 世代跟新的紀元 所以個人還蠻期待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提到 是他的潛望試鏡頭的表現 我們之後會幫大家做盲測 我蠻期待他整體來講 在長焦的運算 是不是會表現蠻好 很期待他的成像 那兩大失望就是充電速度 天啊 還是沒有一個更新 還是一樣25快充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那在續航的部分呢 看起來都沒有升級 看後續實測會不會比較好一些些 另外在Apple Watch跟Apple Watch Ultra的部分呢 主要更新就是換上了S9的梳理器 在亮度呢 一個到2000尼特 一個到3000尼特 比較特別的是呢 今年的發表會有 花了非常長的篇幅 在講環保 也就是他們有喊出說 2030年所有的蘋果產品 其實要100%的碳中和 就是要減少他的碳排放 我個人實在蠻期待 所以呢 現在的Apple 產品呢 未來都不會再使用皮革了 所以包括今年初的一些 爺爺錶帶 都有一些新的變化 那以上呢 就是在今年2023秋季的發表會的 所有的產品更新 快速的幫大家做一個重點整理 那關於選購的建議 提給大家 大家會有什麼樣的想要詢問的 或者是想要在下方討論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我是韻魚 我們就是 幫自己拍拍 辛苦了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影片 那記得訂閱 開今天頻道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產品呢 會在下週五也就是9月22號 這次來開賣頻道 也會破費買新機來評測 那就要持續關注我們的影片囉 那我選音樂 我們就好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